没错,二月兵,有你,我不清 真是你好夜盲 之前我们曾报导过 在码头围出现了一位歪里王 他非法霸占后行不但,还言之作作 声称自己拥有后行的业权 可以在此随意做工程 事件引来附近大厦居民的不满 认为他在乱做工程 改后博渠会影响大厦的安全 最后经过区议员 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终于平息事件 我理所当然,我理所当然 不会收手,我一直都会在 想不到这位歪里王 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私隔年半,这次的目标 是由之前的同德大厦 改为附近的石塘街九号 业主Mirenda向我们投诉 唐先生固态服务 又在后行乱做工程 搞到到处呼烟瘴气 全部,所有东西,眼睛所有东西 都不是我们的石塘街九号 后行那里就有堆这样的东西在 这个櫃和这个 还有后面很多垃圾 环境很差,什么都有 有人在这里 建了一条通 穿着灰色的布 就由这里到这里 我们怀疑就是姓唐那个 之前他也出过镜 都关于附近这条行的事 他也有去写他自己是谁 怎样什么 又说这里是属于他的 其实唐先生的目标 一直都是同一条后行 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被人赶走了之后 他转移目标到后行的另一边 继续他的改造大计 Mirenda说最麻烦是 最近他们栋楼要强制验楼 屋宇处发现 唐先生摆在后行的东西 和改造工程 就因为是潜建物 要Mirenda和一众业主负责 屋宇处连了一张纸 就说我们有潜建物 他们觉得很奇怪 我们去举报就反过来 我们收到去要我们去拆 是关我们的事 完全都要我们 不关我们也没有做过任何事 我们被人霸占 那个后行这儿 都没有人跟我们去反映 反而反过来 要我们承受这件事 我和我妹妹放假 那个星期六星期日 两天时间 在这里剪了去拆下去 就是这些了 这件事很重 我们不能拿 所以还是两位上高 如果不做 又说要上堂 又说要罚款 又说要 很多问题会出现 屋宇处去维修 最后那张单 都是我们去买货的 是吧 还有它 它放这么多东西在这里 你叫屋宇处搬 那些钱就是我们的 那变成最大损失都是我们 除了发掘新地方 继续完成改造大计 令居民要帮他执手尾 唐生又再固态服盟 理应是已经完成清拆工程的后行 铁通和杂物全部都再次归为 究竟唐生又准备做些什么 我们就打给他问清楚 我是没有业务团的 但是我有使用权 你有没有征诚过其他业主意见 才安装这些架 使用权是我的 为什么会在后行装个架 想做些什么 想起楼 想起楼? 起什么楼? 起一间木屋在这里 哦 就是又想起一间在这里? 对 你打算起一间木屋做些什么? 起一间Carmen Carmen是谁来的? 你现在是否想帮Carmen建一间木屋? 准备了 准备的 那有没有问过Carmen? 没有问过 没有问过 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对 给他一个惊喜 但是现在屋宇柱要验楼 你阻止了他们验楼 那怎么办? 那个政府压力继续做到那里 我就会提早拆掉它 他就是已经做到那里才出一张通告 我会与承造商联络的联络 我问他几次会做到那里 如果他一旦需要我立即回答 很快 很简单的一个 转异 谢谢 me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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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